今年39岁的歌坛天后肖亚轩,以魁为近4年未推出新作品,她本预计去年底发行新专辑,然时间到了却迟迟没有动作,今年3月更报应准备新专辑压力过大导致怪病缠身,未调养身体只能停下脚步,不仅暂停所有工作计划,连社群网站都许久没更新,这段时间近乎神隐,肖声匿迹至少3个月, 直至昨天她终于浮出水面,在IG贴照,吐露心声 抱压力过大患病的肖亚轩,不仅出新专辑计划停摆,连带脸书,IG都停止更新,IG最后一次发文已是9月底的事情,而魁为近3个月,昨她惊喜打破沉默,在IG贴出朋友送她的圣诞手写卡片翻拍照, 照片里写道,在人生的海洋上航行,要好好的掌舵跟翻,如航向一直面对西方,将看不到日出的美丽,就算途中遇到暴风雨,也只是让空气更清新,我们一起更好 收到暖呼呼的打气卡片,肖亚轩也感性爆发,终于PO文发声,回应, The storm will stop because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因我们在一起,风暴将止息,简短的一句话给了众粉丝恒大的安慰,直呼平安就好,调整好身心,美美的付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